民進黨團今天開記者會還是公開的把記者 這位記者先前採訪的影片挖出來 感覺有點公審的意味 民進黨就是喜歡公審 民進黨的這種就是紅衛兵式的做法 所以民進黨公審也不是一天兩天的 他們的塔綠班經常性的去出征別人 這個也是同樣的做法 所以民進黨的側翼 原來跟民進黨的這些立法委員 其實他們的形式風格坦白說 也沒有差太多 那我就問一個記者他盡忠職守的 去採訪到最新的新聞 不管是獨家也好 不管是公眾議題也好 到底犯了什麼錯 今天沒有推人就是沒有推人 事實的真相擺在那裡 不然民進黨可以開記者會 公開指控這一名記者推人 就等著被告 否則為什麼賴品宇要修改自己的貼文呢 請問難道賴品宇的貼文 是中天的記者去修改的嗎 不是嘛 你自己都知道 當時去指控對方暴力是完全你自己搞錯 那為什麼到現在賴品宇都不認錯 為什麼到現在賴品宇真的欠中天記者一聲抱歉 他說不出口 那以前有像是這個陳信瑜這樣子的小公主 我覺得這樣子的荒謬感又再次出現在人民面前的時候 只會讓大家對於民主進步黨的觀感更差 因為這樣子的一個政黨 他鉗制了新聞自由 鉗制了言論自由 不但不民主也不進步 而且賴品宇啊 他之前說 他說這個正名記者是冠犯 然後說他之前跟我靠文靜 不過我們再看上一次的採訪畫面 講20億雲豹的爭議的時候 他根本追不上賴品宇 那一次我也有看齁 因為我看到賴品宇他第一時間指控說 上次也是你推我 那我就覺得很奇怪 因為上一次的影片直播我都有看 那這名記者呢 根本追不上賴品宇 因為雲豹小公主跑得跟雲豹一樣快 所以是這個記者拿著麥克風當在後面苦追 然後他直接一跑就跑回車上了 離他的距離其實就是蠻遠的 所以為什麼會有這種睜眼說瞎話的立法委員 我真的是看不懂 然後也覺得非常的可笑 所以如果賴品宇針對小事情都習慣性的說謊 那重要的國政大事他是不是同理可證 他也是一個愛說謊的人 尤其其實到現在他沒有回答 為什麼當時他反服貌 然後他的爸爸的協會是吸進大陸 然後去賺錢 這種賴家要拿又要罵的雙重標準 是讓大家在道德觀感上 對他來說是很扣分很差的 他到現在為止沒有回答這個問題 他以為他用跌倒 他以為他用指控抹黑他人 可以閃掉這個問題嗎 但是我覺得反而造成了更大的反效果 因為大家會覺得 哇你這樣子一個政治人物 2024年真的不要再繼續在國會了 民進黨整體這個黨國機器一起來跟著賴品宜 誣賴記者的行徑 當然非常符合民進黨的慣性 因為民進黨認為只有他是對的 別人永遠是錯的 民進黨覺得只有他是對的 賴品宜只有他是對的 媒體記者永遠是錯的 所以針對民進黨聯合賴品宜去抹煞 污辱 污陷 中天的記者我們可以嚴厲的譴責 因為一個煙煙一個泱泱大黨 居然不去求證 就隨著賴品宜這麼惡劣的妖女啊 一個民進黨泱泱大黨 居然隨一個非常惡劣造假的妖女 賴品宜一起來抹黑劑 還好有攝影機啊 還好有攝影機來證明賴品宜確實是有問題的 但我想呢 以民進黨過去的作風 他們這樣的行為 是我們可以想像的 但是我們呼籲民眾 台灣的人民要一起來下架民進黨 讓這個不問是非 也不願意查證的政黨 讓他下台 讓民進黨這個不問是非 只會聯合他的人員 來消滅污蔑記者的無恥政黨 無聊的政黨 讓他一起來 這一次二零二四讓他下台 阿兵哥今天來到立法院 就是給全台灣 台灣民眾最代表更小 最被無恥的賴品宜 這個雜母 我們今天給他頒一個最佳演技獎 所以我的戰車委先生立法院一圈 我們請所有的南綠立委一起通知 台灣民眾最代表更小的雜母人 就是賴品宜 賴品宜 我來給你頒發自己家演技獎 賴品宜 中國瑜 趕快出來領獎 趕快叫賴品宜出來領獎 最佳演技獎的公家 台灣民眾最代表更小的雜母人 就是賴品宜 媒體的先生朋友趕快 立法院的警察 趕快要通知賴品宜出來領獎 他昨天假摔演技很好 我們現在阿兵哥 要下來開記者會 要來告訴我們全國的媒體 全國的鄉親 這個賴品宜 是有多麼的不要臉 多麼的無恥 所以我們今天要到立法院 來給賴品宜頒發一個最佳演技獎 賴品宜阿 引爆小公主 趕快出來領獎喔 我想這個立法院已經在等待了齁 賴品宜能夠拿到這個獎項 他絕對是中華民國立法院的最佳女主角 假摔女主角 賴品宜絕對是中華民國最無恥最惡劣的立法委員 也是最惡劣的女主角 那我來頒獎 等一下會頒獎給賴品宜之外呢 同時我要告訴我們台灣的鄉親 賴品宜賴是婦女 有多麼的惡劣 各位我們知道清朝是吳三貴引清兵入關 台灣要亡就是賴氏父子要引清兵入關 我們看到民進黨的賴團隊啊 民進黨的賴清德團隊 除了有中國彭還有中國燦 我今天要來揭發的是這個中國瑜 各位鄉親你們知道嗎 可以旁邊喔 各位鄉親 這個賴品宜的家族啊 賴霸他所擔任銀報董事長的創辦人叫張建偉 這個張建偉是遊走兩岸 最重要的紅色資本嫁接人啊 各位鄉親 銀報所引進來的張建偉 張建偉本來當創辦人 後來找誰來當門神呢 找賴品宜的爸爸賴靖林來當門神 結果這個雲報下面的公司 引進從大陸引進來的公司 紅色資本叫紅葉風店 這個紅葉風店就是典型的紅色資本 這個紅色資本啊 在中國大陸的四個省都設有廠房 從江西到遼寧到中國的浦東到上海 這四個企業 這個企業在中國大陸四個省都有風店的工廠 這麼高深高門檻的行業 居然可以橫跨四省 你說他不是紅色資本 什麼還叫紅色資本 而且這個紅葉風店 還在中國的新三板來掛牌上市 不是紅色資本叫什麼紅色資本 所以今天是紅色資本 結合綠色錢櫃一起坑殺台電 一起坑害台電 這個中國瑜 賴皮瑜不叫中國瑜 誰人叫中國瑜 所以我要跟各位鄉親報告 我們老百姓去大陸 賺點小錢打個工 民進黨說我們 說我們賺紅錢要把我們抓去關 結果民進黨引紅色資本入台灣 民進黨去當吳三貴要引清兵入關 他們都沒事 賴皮瑜為什麼二十幾歲可以選立委 他除了靠霸還是個靠流 因為有新潮流背後資金的挹注 同時還有紅色資本來協助賴皮瑜 讓他能夠選上立委 而且賴皮瑜對台灣人最大的傷害是 一邊反胡茂 一邊偷偷去做胡茂 這樣惡劣的媒體 這樣惡劣的候選人 惡劣的立委 惡劣的政二代 就是讓台灣今天 年輕人低薪 年輕人沒有發展 就是有賴品以美 讓台灣的階級不正義 就是有賴品以美 讓台灣的社會不正義 就是有賴品以美 讓台灣的世代不正義 所以今天阿兵哥演成中立 我們要來揭發 整個賴市婦女 引清兵入關 引紅色資本 加上綠色權貴 一起坑殺台電 坑害台灣人民 謝謝